今年8月底,就在美军仓皇撤离阿富汗之际,喀布尔机场外发生自杀式炸弹袭击,至少170名阿富汗平民和13名美军士兵死亡。极端组织宣称制造了这起袭击。但有幸存者说,许多平民死伤系由美军在爆炸发生后开枪造成。美军随后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发动针对极端组织的无人机空袭。然而,多家媒体报道,空袭导致多名平民死亡。 我和我们一起去的家庭,在这些地方,我们会在美军的地方。 我会在我们的家庭,在我们的家庭,在美军人没有回答。 这些工作是因为家庭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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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家庭。 这些工作是因为家庭,家庭,家庭,家庭。 謝謝